Salamu alaikum,大家好 咱们学习新编阿拉伯语第一课 Adarsul Awal 第一课 发音符号 Harkat notgi 发音符号 阿拉伯语没有脱离 辅音而独立存在的 原因字母 原因是通过发音符号 与辅音拼读而成 在阿拉伯语中 有13个发音符号 是这几个 一个 净符 就是这个横线代表着一个字母 字母的上面加上一个净符 这个净符是一个圆圈 然后是 动符 三个动符 这是有一个 这是字母的上面 字母的下边和字母 这个是像逗号一样的 是合口 三个长音符 是在三个动符的基础上 后面加上三个长音的符号 这叫这个一树 像个小鸭子 这个一个管了个弯 然后是两个软音符 是一个像开口 一个合口前加一个 这个一个小鸭子 还有一个像逗号一样的 然后笔音符 上面是两道 两道 跟三个动符一样 三个动符是一道 这是两道 看到 这个这个上是两个圈 两个逗号 一个叠音符 上面是这样 一个字母的上面 这个是一像一个 写坦着三的形状 然后咱一个一个讲 敬符 将本符号加在字母上边 表示发该字母的符音 及该字母的本音 也称敬音 然后动符 动符那分开口符 启齐齿符 合口符 发音时半开口 成 嘴下那个裂开的形状 舌面保持自然状态 舌尖底下齿 该符号的发音 介于国际音标 呃 齐齿符 发音时 唇形扁平 成 这个形态 舌尖底下齿 舌背 高台 该符号发音 近似于国际音标 和汉音标 这两个 一 一 一 合口符 发音时 双唇收缘 成 这个形状 微向前突 舌背 高台 该符号的发音 近似于国际音标 和汉语拼音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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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音符 长音符有三种 开口长音符 齐齿长音符 合口长音符 长音符 不完全是开口符的自然延长 二十八个字母的开口长音符 也不尽相同 需要在学习中仔细模仿琢磨 一般来说 发此音的开口度 介于国际音标 阿和阿之间 发音长度为开口符的三倍左右 那么这个可以发生 阿 阿 阿 齐齿长音符 此音是齐齿辅音的自然延长 发音长度为齐齿符的三倍左右 以 以 以 合口长音符 此音是合口符音的自然延长 发音长度为合口符的三倍左右 软音符 发音时口型由半章转至扁平 如右图所示 是开口符与字母 的静音 的合成音 该符号的发音 介于国际音标 和之间 我们就发成 发音时口型由半章转至收缘 如右图所示 是开口符与 an wow的静音 u的合成音 该符号的发音 近次于国际音标 嗷 嗷 嗷 鼻音符 开口鼻音符 齐齿鼻音符 合口鼻音符 此音是开口符与鼻音字母 al nunu的静音 n的合成音 但n不写出来 发音时由开口符音 自然过渡到nun n 该符号发音 介于国际音标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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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齿鼻音符 此音是齐齿符音 和nunu的合成音 该符号的发音 近似于国际音标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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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口鼻音符 此音是合口符音 和nunu的合成音 该符号的发音 近似于国际音标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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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母及其发音 现在有这么几个字母 第一排的这是符号 咱们不念 咱从第二个开始 al beu 这个静音念成 b b b 短音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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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